日前县内发生多起流浪动物 招人蓄意毒死的案件 引发了动保团体高度关注 并且在9月25号的上午 集体到桃园县议会前陈勤 希望县府能够成立动保警察 现场还用行动剧的方式 多位陈勤民众模拟流浪动物 用四肢脚在地上行走 并且招人下毒身亡的惨状 要来呼吁有关单位立即重视 动保警察 一群人双手撑地 用膝盖在地面上缓缓前进 模拟动物的行动方式 在县议会大门口表达他们的诉求 不光是在地上爬 澄清民众喝下象征有毒的牛奶 在地上不停的抽搐 来表达动物被毒死的悲惨命运 最近在县内 已经有多达数十只以上的流浪猫狗 遭到毒死 动保团体希望透过这样的行动 让县内也能够成立动保警察队 那个毒狗的问题一直都非常严重 那这个政府必须要负他的责任 因为每次毒狗事件发生的时候 所有的政府机关都互相一比九 动保单位踢给警察局 警察局踢给动保单位 没有人要负责 陈勤民众指出 流浪动物惨案不断发生 但却没有一个单位可以全权处理 所以希望一个专职的单位来负责 针对这项诉求 陷阱局方面回应 表示在办案上会全力以赴 但是成立动保警察方面的态度 是相对的保留 可能像外线是用任务编组的方式来 我想这个问题 因为涉及到其他的细节问题 我们这个意见很好 但是我们会代表性 我们大家在研究 透过民意代表 这次行动的诉求 将会在先议会定习会上被讨论 能否正式进入执行阶段 就看接下来先政府方面的态度了 Tunnel4桃云有限新闻采访报导